在泰国历史上有一座坚不可摧的城市被摧毁成废墟 曾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泰国一共有四个王朝 苏尔泰是第一个王朝 第二个就是阿异陀耶王朝 417年的历史 是泰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王朝 其首都就是阿异陀耶 今天的大城 在这个王朝最辉煌的时候 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 据估计1600年阿异陀耶有人口约30万 到了1700年人口也许达到100万 据记载最鼎盛时期 这里曾有三座王宫 1700多座寺庙 4000多尊金像大佛 阿异陀耶还是坚不可摧 不可再生的城市 他曾经吞并了苏格泰王朝 兰娜王国 连曾经称霸一方的吴戈王国 也被他玩弄于长谷之间 诚实虽然牢固 但是因为内讧 内部纷争 最终还是被缅甸军队攻破了 对这座城市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 不禁令人感慨 再坚固的城防 也不及人心离散 心非一处 一切都没有意义 肃报佛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古迹景点 当初缅甸军队破城以后 对城里寺庙和佛像 进行了大举的破坏 为什么很多遗址内的佛像 都没有了头部 就是这个原因 这棵佛头非常奇迹般的 被这棵树抱住了 在几百年的岁月中 树与墙融为一体 佛与树融为一体 碳为官子 真是不可思议 历经百年的风雨磨难 佛依然是那个佛 但是这座城 早已是物是人非了 不禁让人想到佛经里的一句话 世间无常 国土微粹 四大苦空 生灭便宜 再多的佛像和寺院 也保不了你的平安 最关键的是 心中有佛 如佛心一样 慈悲地对待每一个生命 天下方能太平 人生方能吉祥如意 遇难成祥 生命发生奇迹 就如这里的树抱佛一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